台湾环境潮湿,许多人都有过敏问题,林口长庚医院临床读物科护理师谭敦慈表示,除了就已缓解不适症状之外,做好寝具清洁才能一夜好眠。 他建议民众不要晒棉被,因为空气中的悬浮威力会掉到寝具上,起床别急着遮棉被,应该将棉被翻过来,让原本闷在内侧的那面朝外摊开,帮助湿气蒸发。 另外,床单,棉被,枕头套应定期清洗,烘前杀菌。 谭敦慈在《抗健》杂志专栏指出,国外研究发现,一个枕头平均可滋生多达16种霉菌,同时也是沉满的问床。 他提醒民众洗完头发一定要吹前再躺,否则湿气会留在枕头上,增加霉菌滋生。 不同材质的枕头有不同保养方法。 谭敦慈习惯睡乳胶枕,由于无法水洗,因此每晚睡觉都会先铺上一条前进的毛巾,起床随手拿去洗。 另外,起床别急着遮棉被。 国外学者认为,人们每天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,身体散发的水分成了沉满快速繁殖的温床。 把棉被折起来反而会将湿气包覆在被子里。 谭敦慈建议,起床时先将棉被翻过来,将原本闷在内侧的一面朝外摊开,让湿气蒸发。 至于棉被,枕头要不要晒? 谭敦慈建议不要,因为空气中的悬浮威力会落在寝具上。 尤其空气品质差的时候,棉被越晒越脏,反而对健康不利。 床单,棉被,枕头套应定期清洗,烘前杀菌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